好 进行直播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安安 很高兴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 我们今天要讲 忧郁症非药物的实证疗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非药物的疗法有很多 那我们谈有实际证明出来的这些东西 它有三个大的方向 第一个要增加血氧及细胞的氧气 大脑很容易缺氧而造成忧郁症 第二个呢 要温差法 就是用温差的方法 不管是升温或降温 对我们大脑在调控体温的这个中心呢 会有帮助 那第三个就是光线跟阴波还有食物 这个东西对这个忧郁症的治疗都有帮助 所以 忧郁症这是一个现代人最多的失能的疾病 就是说 他可能人是好好的 可是心受伤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工作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心理疾病不是疾病 都你自己想出来错 身心是相关的 所以你的食物会影响你的心情 你的心情也会影响你的食物 那同样的道理 光线会影响 音波会影响 关心身边的人不是只有身体健康 要心灵健康 这是很重要的概念 千万不要说都是你想的啦 你只要放开就好了 讲这些话 在忧郁症的病人 看起来都是风凉话 也不可以随便跟他们讲 要加油 要同理 他已经很加油了 不是不够努力 事实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好 这个呢 我上一次有讲到 这一次有机会再把它提到 就是这个高压养肠 看起来呢 哇 要进去 有的人就密闭空间的症候群 那用这个HBO Hybaric Oxygen Therapy 叫做HBO 我们都知道HBO是看电影的 那这个叫做HBO 也是这个高压养的英文 有缩写 他们叫HBOT 那他用了之后呢 这个大脑会变比较 血循会增加 这个是 让大家能够知道 这个东西一定是有效果 而且影像学会看得到效果 功能也会看得到效果 这个影像跟功能是有关系的 等下说啊 你看起来啊 今天脸色如何啊 跟你的功能如何 这是有相当的 那 HBO以前呢 就像一个 哇 这个看起来有点 比较可怕 关在里面会害怕 所以现在呢 有一些改良 今天我们会讲到 好 在这里是一些军人 他们所受到的伤害 比方说呢 他是爆炸引起的 这个大脑呢 因为这个恐惧 这个伤害而造成的不舒服 有的时候甚至连这个智力都下降 只要IQ IQ减少 减少 15 减少以后 他们用这个 HBO 就是这个高压氧 可以让这个IQ 这个大脑 增加15分的IQ 这是非常非常多的 你看本来那些军人都是很聪明 很优秀 身体也很好 去打仗以后遇到这些伤害 没有办法再工作 甚至IQ都下降 用高压氧竟然可以呢 上升 也可以治疗 双伤后的忧郁症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很好的成果 来 那高压氧在我们骨科 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 治疗一个病 叫做骨髓炎 那圣经里面有说骨髓炎有多严重 这是真言里面的一些经节 念给大家听 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 嫉妒是骨中的朽烂 这里讲嫉妒 嫉妒是一个比较心 这个嫉妒谁 嫉妒谁 有的时候 这个小的孩子 一出生 大的孩子会嫉妒 妈妈怎么都喂小的吃比较多的奶 这也是一种嫉妒 嫉妒是骨中的朽烂 这人心就是会有个比较心 为什么会不舒服 因为人家拿的比我多 比方说分财产的时候 五字手指头生出来 怎么会没有一张肠 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嫉妒心 这是最难的 因为比较心是最难以的 那骨髓炎是无法治 为什么说骨髓炎 是骨中的朽烂 这个是我们骨科 因为我们的骨髓 有很多很多的小空间 那 细菌一旦感染 会在里面做一个碉堡 这个碉堡在 我们的血液就进不去 抗生素也供不了 然后骨科呢 在后来做很多的骨内固定手术的时候 打钢钉上去 钢钉上去呢 又有电位的不一样 又有中金属的污染 白雪球就没有办法把细菌吃掉 然后呢 再加上他钢钉的细缝 一些螺丝孔 也会躲这些细菌 所以一旦我们骨科开完刀 一旦感染 有些时候甚至脚要去掉 所以 对我们骨科来讲 这是非常非常难的治疗 那刚好 我们这个 高压氧也可以治疗 骨质的这个骨髓炎 非常非常有效果 那在这里就是说 心的安静是肉体的生命 如果你的心受伤 那你的肉体的生命也会受伤 我们都知道 家庭暴力是不行的 打人是不行的 那骂人就可以了 有些人骂人骂到伤人家的至尊 这也是会伤害生命的 所以任何形态的 言语暴力 肢体暴力 都是玲珑的 人跟人相处 本来就是要互相尊重 不能够言语暴力 这是一旦要 要注意的 心也不可以让人家伤害 好 那古中的酒烂是什么呢 讲到这里了 这是Lancet 2004年 就是我们这个叫做柳叶刀 柳叶刀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外科医师开刀的柳叶刀 小小的一个刀 非常的锐利 那Lancet是 医学杂志里面又老 而且排名又前面的杂志 2004年呢 他写到这样子 就是说 Chronic osteomyelitis is associated with a vascular necrosis of bone 就是说他跟血液当中没有血管 血液当中的这个骨头当中的血管受伤 造成的骨头坏死有关系 他会造成一些死掉的骨头 这死掉的骨头叫做dead bone 专有名词叫sequestrian 这些死掉的骨头呢 要手术去把它挖掉 这个地方才有可能会好 那问题来了 要挖这些骨头 挖太大洞 哇没有地方 承载重量 脚会整个断掉 所以呢 在处理这种慢性骨髓炎的时候 我们就用一个 这个 叫做什么 二次大战的时候 有一个 伊拉洛夫 他是一个俄国 的手术的专家 他用外固定 把这个骨头固定起来 然后把骨髓炎治好 哇这个是非常神奇的 在西伯利亚那种地方 把一些伤兵的骨髓炎治好 这是我们认为是非常非常神奇 那这个就是骨髓炎非常难治 所以骨科呢 能够把这个治好 真的是功德一件 那 高压氧有利神经的系统的复原 这是我们台湾的研究 是三种啊 症犀医院的研究 这是一个动物的model 动物的实验 那他们发现说 用这个高压氧呢 对 这个恐惧的感觉 会有调整的感觉 恐惧害怕 这个东西是可以借由高压氧 来得到一些帮助 很高兴我们台湾有这么做先进的研究 而且高压氧在目前台湾的使用呢 也越来越普及 大家没有想到 他可以治疗忧郁症吧 如果高压氧这么有效 那可以减药的话 大家为什么不来试试看呢 好 这个2004年高压氧治疗骨髓炎 成功的 论文报告 这是很恭喜 这是长庚 医院的杂志里面 2004年 那时候 我还是很年轻很年轻的 医师 对治疗骨髓炎的经验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不够 那他们有很好的成功的案例 而且写成案例报告 这是王清真教授 在高雄长庚的报告 他就是说高压氧呢 是一个有效 而且安全的 adjuvant therapy 就是effective and safe 有效以外还有安全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骨髓炎很难很难吃 那他们几乎取得百分之九十几的成功 按照案例几乎完全治愈 实在是很不简单 很令人敬佩 2004年呢 几乎20年前就取得这么大的成功 那这20年来也经由这样子的推广 已经有很多很多的高压氧治疗中心 这是台大医院的连结 有一个高压氧医学会啊 然后三种啊 台北龙种啊 万华医院啊 万芳医院啊 更新医院 台北刺激医院 反正现在台湾有高压氧仓的医院 越来越多 那我分享一下我以前在台大骨科 我二十几年前做住院医师的时候 我们叫这个骨髓炎哦 叫铁床 什么铁床 一个月都不会出院 都不会出院 很可怕 住都有的住超过一个月 打抗生素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然后我们就要跟报告 教授说啊 要把他数字都记起来 几月几号 打进来的时候CRP 发炎指数是多高 经过打了多久 什么样抗生素 剂量多少 那我们教授查访的时候 病例都还不能翻 嘴巴要背出来 病人叫什么名字 教授的时间很忙 我们住院医师就要让教授 报告 教授会指示说 我们应该怎么时候再做一支清创 那时候我记得 我的杨诺生教授 就是帮 我那时候是住院医师 他处理很多很多骨髓炎的案例 那在这里也特别感谢杨教授当年的教导 让我今天有这个能力 能够在这里做直播 很谢谢杨教授 也谢谢杨教授为我三本书 每一本书都为我写去 在这里特别提名的感谢 那时候真的是铁床 病人也很痛苦 有时候肾脏功能都打到不好 那也要进出开脑房很多次 进去清伤口很辛苦 那我们台大医院这二十几年来 有什么进展呢 2021年12月15号 久等了全新开幕 台大医院高压阳治疗中心 启用典礼的新闻稿 很恭喜 这个我们台大医院的外科 整形外科 有这么多有爱心的医生 来成立高压阳治疗中心 这个高压阳治疗中心 对很多很多都有帮助 那在这边呢 我们新买的 就台大母院新买的 这个是透明的 比较不会怎么样 有那个密闭式症候的恐惧症 那全民健保给付高压阳的治疗 适应症如下 潜水敷病啊 急性气体酸塞 一氧化碳中毒 清化物也算了 就是披霜 披霜中毒 坏驱病 慢性复发性骨髓炎 肢体压伤 伴有创向性出血 急性烧胀伤 放射性的组织坏死 那其他他有急性耳聋 糖尿病足 这些实证医学有帮助的 那我也特别打电话 给请教我们台大的这些部分 说有没有在治疗忧郁症啊 他说要挂这两位医师 问问看他们的意见 那这两位医师应该算是我的学弟 在这里呢给他们介绍一下 是黄伯承医师 还有赵松泉医师 都是整形外科的哦 他们其实 出来开业是可以赚很多钱的 但是呢他们有这个爱心 愿意留在台大医院 为这些伤口 很多这些伤口的人 可以说是贫病交加 他愿意去照顾这些伤口 尤其是整形外科医师 真的是令人敬佩 大家如果说也有需求 可以去挂他们的号 那我希望就是说真的有家里头有忧郁症的人 真的想要减药 那也可以寻求他们的帮忙 这是有实证的做法 那也恭喜台大医院 经过了20年 终于能够有高压养治疗中心的启动 我看到这个消息也是非常的高兴 另外呢我们要来讲 这个是冷刺激 冷呢也会有效 因为冷会造成生命的危险 所以这个冷刺激 要到脑干的时候 它会有紧急 一紧急的时候 人就没有时间去忧虑 非常好玩 这个是超冷的 这个美女在那边笑着跟你微笑的时候 她旁边那个叫做-154度C 她只要三分钟 用那个液态蛋 那因为我们液态蛋在医学里面用很多 我们在做皮肤科 那个扁平油 这样子跟她做液态蛋治疗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有效率 这个全身的冷疗 没有接触性的 不是接触性的冷疗 那这样子呢完全没有毒性 而且很快速 只要三分钟就好 那他就是说他们的剂量也很重要 大概是30天内要做完10次 最好一个礼拜是做两三次 那这样子的话 可以让整个发炎减少 皮肤可以紧实 肌肉可以长起来 修复会比较好 所以在美国呢也造成一个蜂巢 这叫 whole body cryotherapy 那简称叫WBC 不是 white blood cell 不是白雪球 是WBC whole body cryotherapy 希望呢 台湾有一天也能够引进 就好像高压氧一样 慢慢的流行 很多人可以用这个来加速 它的立腺体的健康 加速心理的健康 身体的健康 好 这个我今天呢要花一点时间 跟大家介绍 whole body cryotherapy as an adjuvant treatment of depressive and anxiety disorder 这个东西 在2008年的时候 就是发现说 它只要15个daily visit 15天 15个这个每天去15天 一次呢是2到3分钟 那是-160度C到0度C-0 到0度C都会有效 只要冷 那冷的温差呢 它可以让这些症状少50% 就是这些心情不好啊 什么样的东西 15天少50% 这个很有价值吧 而且一次只要2-3分钟 那造成的效果非常的惊人 就是说有做的34.6%是有效 如果control的话只有2.9%有效 因为才15天嘛 所以变成说你用冷 这个冷静下来 让他不要 等于重开机啦 让他不要一直想东西一想东西 非常有效 而且会让发炎减少 这个是2008年的报告 我很希望说台湾借着这一次我们的国际巨星李文的过世 也让大家知道说台湾有这么多人 400多万人在吃精神科安眠药这些药物 每一年吃掉那么多那么多的钱 那么多那么多的药物 有些甚至有想要自杀的这个情形 那说不定用这样的方法 高压阳能刺激 可以让药物减少 加速它的愈合 好 2020年呢 这个又有新的论文出来 那看起来呢 一直像Joanna 这里也是Joanna 他们是08年 2020年12年以后 在发表一个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就是它是随机 分配的 的一个临床实验 就是 他们发现说 Efficacy 就是说 这个Clarotherapy 的确是可以加成 让药物的效果更好 而且用药可以减少 那这个东西 就是 因为忧郁症是病人讲的 比较难看到 但是内风湿性关节炎 僵实性脊椎炎 纤维肌痛症 多发性硬化症 还有慢性背痛 都会有效 那我们骨科里面 都有对这个 多发性硬化症 这个Multiple Scaliosis 我们非常有兴趣 还有Chronic Robeck Pain 就是说 疼痛超过半年以上 特别是开完刀以后 还一直疼痛的 我们很希望 这个冷刺激 冰 这种叫做超冷疗 用这一个 液态氮的 整个 进去 两分钟 一个礼拜最少做个两三次 可以很快的缓解这些疼痛 这个真的是好东西 他们一直不断的在研究 这个是Cryo Chamber Market Growth in Europe 这个欧洲已经开始在流行这样子的东西 它对Pain Relief 就是对疼痛的缓解有帮助 Muscle Healing 就是他们运动很 风气很盛 所以让他的肌肉的 可能会长起来 那有人拿来做减肥 就是Weight Loss 那为什么会有效呢 它Reduce Inflammation 就是也可以减少发炎 那有的时候是因为受伤而发炎 那有的时候是因为 心理创伤而发炎 这些都会有效 发炎指数抽血都可以 那甚至他们对癌症也有帮助 甚至对失智症有帮助 所以只要把发炎下降 用冰可以好的话 那是最好 那大家要注意 它是很低的温度 2到3分钟 不要以为是冰鱼 冰鱼冰的15分钟会冻伤 身体在超冷的刺激底下 只要一点点的时间卷 这也让这样子的东西 在这个忙碌的 现代人的生活里面大受欢迎 在欧洲 这个变成很大的一个流行 希望有一天能够引进台湾 来 那可以减少药物副作用 这个就是用喷的 没有全身进去 用喷的 这个我在有一次去开会 做正波治疗的会议的时候 有看到 那时候我还对这个的了解不少 来不多了 想说我们不是都用热疗吗 怎么可以用冷呢 后来才发现说原来冷 它人体是恒温动物 恒温动物只要有温差 身体就要做出相对硬的反应 太高温也不行 太低温也不行 但只要有温差它就等要反应 两个都会有限 有人说 哎呦 那个那么冷 会不会寒气逼进去 这是看法不一样 就是你外冷 外面的冷会产生内热 这是一种说法 就是说你冷下来 像我们冰完以后 它会产生红热 大家都有这个感觉 为什么 因为身体要去修复 所以冷的刺激是让身体 产生一个修复 去刺激它 而不是叫你一直冷 就热也不可以一直热 冷也不可以一直冷 这个有时间限制 每一个人也不一样 这个要去讨论 那这个东西呢 可以reduce the chance of a person to need medication 就是 就可以减少他对药物的依赖性 跟需求 跟需求 那就可以 对药物互作用就可以减少 反正互作用就是要少用 这样子大家了解 好 谢谢大家今天来这里看 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运动后 不要运动伤害 而且很有效力的有这个巧克力的六块鸡 好 那你在这个冰冷聊里面 可以说中文的书里面 写的最好的是这一本 叫冰冷呼吸法 我再也不生病 这本的长书我自己是有 很好看 那是这个大事文化出版的 那我们希望呢 有有兴趣的人可以买来 英文好的人可以看网站 中文想要读的 这个是我们有翻译 那这个是Winhoff 他的他是一个荷兰人 他的名字叫Winhoff 那他有三个方法把它融合在一起 变成叫Winhoff Method 就是呼吸 那做三十次的呼吸 吸饱吐气 吸饱吐气 把二氧化碳吐出去 那脸会觉得麻麻的 然后开始hold the breath 就是说 尽快把这个二氧化碳吐出去 然后再来就要闭住呼吸 到你不得不呼吸的时候再呼吸 那是两个阶段 那非常的有用 那我今天有一个病人 是英国人 他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说 他上一次我跟他介绍 这个Winhoff的呼吸法 他自己有做 做了以后他感觉说 心情各方面都好很多 这个是被实证有效的 而且很多病人可以重复的一个方法 那再来就是说 他在这样呼吸的时候 他跟他刺激冰 冰刺激下去 身体的反应就更大 因为他要产生内热 他的立腺体就要开始工作 更新 让这个立腺体能够一直不断的长 那立腺体就是细胞的电磁 他的皮下的核色脂肪也会增加 这样子的话会让身体更加的强壮 免疫力更好 那更不容易生病 那Meditation Meditation Meditation 这个应该是打错 Meditation 就是冥想 要祷告 要相信自己有天地来的力量 这个是Winhoff 他怎么样子去发展这样的方法 变成一个类似像超人的方法 而且他开班授课 他们全家人都一起这样做 非常成功 帮助很多人 他怎么会走到这一条路呢 是一个令人很印象深刻的故事 好 这个呢 施政的研究 他们是做八周的训练课程 这个 谢谢Lance 帮我们Meditation 跟这个 那 The result 就是八周的这个冰人呼吸法 可以减少很多的Stress 很多的压力 而且减少什么 这个 忧郁的症状 这个的研究对象 是要去南极探险的一群人 那这个南极要探险呢 哇压力可大 那 他们就是八周的这个 呼吸冰加冰险 这样子的话 让他们能够真的把这个身体里面的压力指数下降 能够得到平静 不要太多的Cortisol Cortisol叫做内固醇 这个压力荷蒙太高 那个就容易造成这个死亡 那我们很多运动员 之所以会死亡跟身体里面的Cortisol太高 这个 也是有关系的 特别是一些心肌炎的人 其实应该要做冥想 呼吸 一点点的冰 太多也不行 冰太多 也是不行 所以这个是要去学习 有网站可以看 有书可以看 那 我的第三本书里面 这个神奇的冰刺器 第141页 这里呢 也有写到 那也请小编把我们神奇的冰刺激 这个以前的这个直播 能够把它贴出来给大家参考 好 这个 是圣经里面 对所有受伤人讲的一句话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江长的灯火他不垂灭 等他施行公礼 叫公礼得胜 这是耶稣呢 讲的话 引用的是 以赛亚书先知里面写的诗 A blue list read He will not break 就是说你就算一起上存 神连命你 你也是不会死的 好 所以 我们呢 在这里 去了解 什么叫做自愈力 就是说 你要相信上天给你有一个很强的力量 而且超过你想象的强 你要去开发他 开发你的潜能 了解上帝爱你 因为呢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江长的灯火他不全灭 神有慈爱怜悯 那他有公义 你照着他的道理去走 你一定会得到健康 这叫做施行公礼 叫公礼得胜 好 那这本书里面 我再次把它贴起来 Winhoff呢 他在 他是 1959年 是不是 比他的太太 1960年 还要多一岁或两岁 那 他 1995 这个太太 35岁 就跳楼自杀 跳楼自杀的时候 Winhoff其实也想要去死 可是他那时候有好几个孩子 都很险 所以Winhoff就是去 这个冰里面 得到 他发现在冰里面他得到平静 诶 他的太太 是精神分裂症 叫Schizophrenia 这个病 然后呢 他吃很多的药物 打很多的针 还是压抑不下来 最后在1995年的时候 去跳楼自杀 所以药物会引起自杀 这个 是确定的事情 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个事 所以Winhoff他觉得说 事实上药物是有问题 他用这个方法 帮助好多人减药 这个也是让我一个很感动的 一个非医生 不是医生 但是呢 他经历了人生的最痛 叫做上妻之痛 上妻之痛是非常痛 我们知道这种人叫做未亡人 未亡人什么意思 叫做彼此还痛苦 非常非常痛 这种上妻之痛非常非常难受 就是你跟你太太非常非常好的感情 那忽然间一走 整个担子压在你身上 再加上你 这种压力 这种伤痛非常非常的肯定 所以他就在兵里面得到这样子安慰 他觉得说 那他得到平静 是这样子来的 好 那太太因为多种药物中毒 痛苦不已 最后自杀生 他们也常常想 想着说去帮助他 35岁 就这样子 治疗 药物治疗失败 最后引起自杀意念而死 上个礼拜 我们一直要强调的就是说 SSRI 长期使用 会有自杀意念 这自杀意念一旦冲动去做了 非常非常危险 所以每一个 大家在吃药的一定要关心他 他的心一定要被照顾他 而且要多陪伴 晒他羊也有效 什么都有效 这样好不好 这里谢谢冠杰给我们 这个赞助 要活得 自在健康 哇 还给我们赞助了一笔费用 74块 谢谢 好 It took my breath away but after the word I felt this immediate sense of calm 就是说 当他那么难过 他到冰水里面 他没有办法呼吸 但是同时他马上发现 这会让他带来很大很大的平静 他呢 可以 在 cure all manner of physical and mental by lowering the heart rate reducing inflammation in the body 这什么意思 他可以借着把你的心跳下降 用冰水把你心跳下降 然后把发炎减少以后 把心灵的疾病 身体的疾病 全部 cure cure 这个字是不一样的 cure 是治疗好 不是control control是控制 但是 我们常常 在医学里面 很少人用cure 这个字 这里 用冰疗 冷疗 是 呼吸冥想 这是用cure 这个字 就是把他治好了 其他人家是讲控制 谁要给人家控制 对不对 大家就是把他治好 每一个人都想要的就是治好 但是他要去学习 要去改变 要去尝试 这才是重点 当你不改变 只愿意吃药的时候 这不叫改变 这是没有办法cure 你只有吃药去control 就是吃药去控制 而不是吃药把它治好 cure 这个字大家一定要记住 cure cure 好 这是Winhof 他呢 穿着短裤 打赤膊 在教这些学生 在冰天雪地泡冰水 看了以后你会觉得他们疯 的确 他说我已经够疯了 这个世界是真的很疯 你知道Winhof 有一个公司 请他去讲一个小时 给他多少的演讲费吗 五万块欧元 五万块是多少钱 如果是死的话是两百万 一个小时演讲 他这个简直就是一个超人 这样子教这些人 用这个方法 让他不要吃药 他这里说 i am 62 and i am more fit than a young guest he says and anyone can do this i tell you this is for health physical and mental 是Winhof 是Winhof讲 他说他现在 比青少年的时候 更加身体 更好 而且心灵也健康 身体也健康 一个62岁的大叔 真的很令人敬佩 而且在非常贫穷的时候 尚气之痛 能够这样子的走出来 而且影响这么多人 我听Winhof很多场的演讲 都非常的感人 对我来讲呢 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大家可以听一听 好 这里 他就是说 他有创了26个近视之间记录 就是呼吸跟平衡 那 这个Winhof Method 就是说 What I can do Anybody can do It's only training It's only awakening Because It's already there 所以说 我所做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 那 就是需要训练 不断的练习 你相信这个有效 你不断的去做就去做 就是训练完以后 你要把自己内在的那个潜能 给他叫醒起来 因为他原来就在那 神创造原来就在那 他这么爱你 你好好的去呼吸 去冰 去冥想 去相信神爱你 这样就会好 这样就会好 感谢再一次 哇 这里还有一个 这个是MM 哇 150 谢谢 It's already there 就在那里 你一定可以开发的 这个Win Hoff 我很推崇他的方法 大家可以去练习 这是他的网站 You are stronger than you think you are 就是说 我们生活在不是一个蛮荒的时代 我们所有的文明都是在弱化我们的身体 你要穿衣服啊 吹冷气啊 不可以太热啊 热一点就会中暑啊 冷一点就会感冒啊 他说不是 你比你所想的更强 You are stronger than you think you are 但是要经过训练 而不是叫大家 我现在马上去泡冰水 不是 你一步一步 从一点点面积 一点点开始 然后你会越来越强 经过训练 而不是抱负平和 而是要开发潜能 这是不一样的 你要相信 你是天的儿女 神创造你 本来就是强壮而且健康 那我们人就是要把这个恐惧给他拿掉 去开发自己的钱 恐惧是很伤身体 但不是叫你没有劝练 这个就是Winhof 他给我们现代人一个启示 稍微有点不舒服 就要吃药 稍微怎么样子 吃吃吃 一直吃 只是想要控制 不想要自豪 这是不对的 讲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好 那他的生理学的原理是什么呢 是利用呼吸吐出大量的二氧化碳 使血液简化 再停住呼吸 到不得不呼吸 这是两个阶段 一个是赶快吐 大家去看他的影片 吸入大量氧气 吐吐 那这个快吸快吐 吸到最饱在吐掉 吸到最饱在吐掉的时候 你会开始觉得麻麻 这时候就是二氧化碳被吐掉 血液简化 血液简化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你身体很多酸的地方 将他的酸带出来 所以我在我的第二本书里面 把这个叫做吐酸法 快吸 吐完以后 你要开始闭住呼吸 我们的目标 是能够闭住呼吸 两分钟 120秒 你如果这样做 闭气的时间越来越沉 闭到不得不呼吸 就是这个时候你的血中的二氧化碳 又再回到那一个不得不呼吸的能够 大家要记住 我们身体的呼吸 是用二氧化碳控制的 不是氧气控制 所以 越少的东西 就是越重要的东西 就是二氧化碳 大家要知道 我们身体对碳酸 PH值的调节 是大家要记住 是二氧化碳 所以你的呼吸可以调整 这个是我们身体血液 也会跟着呼吸而变化 这个呼吸的变化 就是二氧化碳 会影响我们的PH值 就是酸碱值 那影响了以后 快呼吸 跟不呼吸 这两个交替的时候 这一个曲线 会从红色往绿色走 又从绿色往蓝色走 它本来是一个恒定的 我们都不去动它 然后每天都讲话都没有练习 它就是不会动 你要让这个曲线 动来动去 这样的时候会造成细胞怎么样 有危机感 有危机感的时候 它要更新它的立线体 立线体一旦更新 人这个细胞 就开始更新 就好像我的手机 这个iPhone 最快坏的是哪里 就是电磁 电磁最快坏 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最快坏的 就是立线体 这个电磁 所以它其实就是个立线体 的训练 所以它对眼睛有帮助 对大脑有帮助 对心脏有帮助 对肌肉痛有帮助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 快跟慢 快跟臂气的交替 这个就是在这一个地方 的生理学的原理 就是Winhof 他成功的 找到这一个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启的 的方法 这个冠结说 那偶尔喝喝汽水也可以调节肉 这个不是我们建议 因为喝是精油里的肠胃道 我们要是从呼吸道出去 要把二氧化碳涂出去 喝碳酸饮料我是不建议 因为含糖又过多 但是喝气泡水是可以 会多少有点帮助 会有消渴且压力的感觉 好 那这个呢是Winhof 他迎接了一个他的 就是他的一个孙子 叫做Kai 他的孙子叫Kai 大家知道我的名字叫Kaijo 那个Kai 是他的孙子Kai 我妈妈叫我叫Akai 爸爸妈妈叫Akai Kai 这个Kai 在他们 德文 这个 荷兰文这个Kai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Ocean 就是海洋的意思 这个他取名 孙子这个名字就是Akai 就是很海派 很海洋的意思 那德文还有Joyful 就是很 很快乐 很快乐的意思 这个是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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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的名字 也是Winhof 有孙子 他的孩子都跟他一起在做这个训练营 他们一家都是在做兵人事业 好 这个是圣经里面 对所有敬畏神的人的祝福 我念给大家听 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 愿你一生一次看见耶路上人的好处 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 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Winhof你想一想 他太太三十五岁 因为精神病去跳楼 药物副作用去跳楼 死掉了 他从来不知道他会这样子的 看到很成功的看到他儿女的儿女 神赐福给他 那让他走出这个阴影以后 他帮助那么多的人 看到这个故事我是非常非常感动 愿大家多去了解这个方法 而且你们家的冰箱就有冰块了 你怎么没有拿出来用 有时候我说不要那么多冰 你去冰箱用那个铁碗冰一块冰块 对好像那个肥皂一样这样子 跟他洗 脸也跟他洗 这样的冰就有助于你对疼痛的调节 对这个忧郁症的调节 大家可以试试看 好 那丁讲完了讲热 这个是SAUNA 就是芬兰式的三温暖 他们呢是流汗的治疗 就是汗水里面可以把重金属排掉 我们发现说重金属在身体里面累积 像我们植牙 我们骨骼打钉子 我们饮食里面的隔 香烟的参 这些东西都会伤害我们的身体 那可以用流汗 流汗可以排重金属掉 这个方法呢芬兰人 叫做芬兰玉 叫做SAUNA 那把石头烤得很热很热以后呢 在上面浇一点点的水 它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蒸汽 让那个皮肤能够流汗 之后呢他们还是要去冰水里面 跳到冰水里面 那是冷热的一个交替 汗水是一种排泄物 那Dry Sauna Bathing A Statistical Review 这个就是2018年 他们看到 说这个芬兰玉 这个很古老的传统呢 对我们的身体健康 是有很好的帮助 因为汗水是一个排泄物 今天也有一个病人 他叫洗肾边缘的 我说你其实要有第三颗肾脏 就是你的皮肤 想办法让它多流汗 而且流很大量的汗 而且毒也会从皮肤排出去 所以汗水本身是一个很大的排泄系统 而且它可以排出重金属 好 那SAUNA Treatment Can also add in release of toxin from the body 就是它可以帮助你把毒素排掉 那其他其中就是Heavy Metals 就是重金属 那还有就是说 重金属跟这些环境毒呢 会当我们的Brain Function 就是我们大脑的受伤 然后会让我们的神经传导物质呢 没有办法 变得很舒畅 所以神经传导物质 其实都是一种氨基酸 那氨基酸是带负电的 带负电的 一旦被这个正电的这个氧离子吸住的话 它的蛋白质会坏掉 会变成它吸住以后 它的功能会坏掉 所以重金属为什么是 我的这个杨奇峰 李市长 他我们能量医学会的前辈说 这个是万恶之手 就是很多很多的不好都跟重金属有关 重金属排掉呢 那这样子就可以帮助 我在诊所里面我们是用EDTA 帮助排 那也叫病人要多流汗 就是流汗也可以帮助重金属排 然后肠道也要帮助排出去 那这就是我们在这里 要强调的 这个东西都有相通之处 希望给大家能够来一起学习 好 再来大家更熟悉的 这就是莫扎特 音乐可以治疗忧郁症 这个都有实证的 莫扎特呢 可以对抗忧郁跟焦虑 这个我临床有一个经验 也很好玩 那时候还没有手机 我去查访 一个七十几岁 雇一个九十几岁的妈妈 妈妈骨头断掉 我跟她开刀 我去查访说 哎呦我还怎么放这么好听的音乐给妈妈听 那时候还没有手机 用一个小小的音乐盒 那个音乐盒里面放的都是莫扎特的音乐 她说蔡医师 你不知道 我放这个给我妈妈听以后 她比较不会说我没有拿东西给她吃 哎 七十几岁照顾九十几岁 啊又跌断了 照顾的时候放音乐给她听 说这样子才会记得我有喂她吃饭 不然都说哎呦都不孝顺哦 都很不好哦 都没拿命的我吃 很不孝顺都没有拿东西给我吃 还会跟你这样子 很混乱 她说只要她听莫扎特的就会记得 我有喂她东西吃 这是我还没有 很了解 都只有在专心在开刀的时候 所看到的一个临床经验 所以我都很鼓励大家没事情 让老人家听一听莫扎特有效 这个真的在大脑里面 音乐造成的这个 影响非常的好 而且现在我们更方便啊 你手机打一叫莫扎特 很多音乐都可以听 又不用家去买东西 你的手机就是一个最好的治疗 可以检要 那她这里有好到什么程度呢 这是2011年 她说 用individual music therapy for depression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说每一个人喜欢的音乐不一样 有人喜欢莫扎特 莫扎特大个家是通用的 你对老人家可能要他喜欢的 有的是唱日本歌 日本时代的 十几年吃 二十几年吃的 因为她小时候才听的歌曲 像我们可能要唱 物理铁金刚 物理铁金刚 我们小时候看的卡头 悲哀小英雄 类似像这样 那现在小朋友要唱什么 有可能叫the wheel on the bus 或者是什么样子 就是每一个时代是有不一样 只要你把她小时候的那个音乐弄出来 她的大脑会启动 所以individualized music 每一个人不一样 他们发现说 可以让变好的速度加三倍 三倍开玩笑 2.96 the odds ratio 这是北欧的研究 这个 这个研究很有意义 加三倍 同样的这一群人 你仔细看 JAKKO 后面这个也是JAKKO 2011年 这个是2021年 经过十年再发表 music therapy for depression enhanced with listening homework and the slow pace breathing a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所谓的实证就是说 要随机去分布 不要 这有效就是有效 不是这样讲 分布去做实验 那这个呢 在COVID-19的时候 他们发现2019 2020年的 这个有生病的人多很多 尤其是这个 这个 mental illness 就是说这个精神上面 被这些媒体轰炸轰炸 每天都没有死亡死亡 每天就是要不要打疫苗打疫苗 每天都是这些讯息 哇 生病了 他们呢也没有办法到医院呢 怎么办 home work 就是他是有一个JAK 在家里的听 那这里是讲说 那这里是讲说 他们在这个short term的psychotherapy 的转戒的人呢 多了四倍 那这么多四倍 没有办法 来 然后又多四倍的这个转戒 而且大家都又紧绷 然后 都压力这么大 这个芬兰人 自杀率是非常高的 在北边那边 自杀率是非常非常高 这个对他们来讲 是用音乐可以治疗 这不是很好 其中还有北欧的这个挪威 The Virgin 柏根 柏根我也去那里开过会 哇 那个真的是让我印象深刻 去的时候太阳不下山了 夏天去 好久好久都玩到太阳都不下山 晚上十点太阳还在那里 像我们这里都暗了 他们还在那边 可是他们冬天是太阳不出来 所以他们那里的季节变化太大 中午的太阳大概这么高 不是在我们头顶上 因为他们北极 纬度比较高的地方 中午的太阳 反正就是大概像我们 9点10点的太阳 就是他们中午的太阳 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这个地方 挪威的Bergen 有一个音乐家很厉害很厉害 他们的 他们的那个很出名的音乐家 我现在名字一下子讲不起来 但是音乐对他们来讲 北欧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 好 那冬天的时候呢 就是要照光字典 这是哈佛大学 他们的网站 特别把他节路下来的 不是一般的 是哈佛大学 他们也用很多 他们的网站也是鼓励他们 在冬天的时候呢 提早一点起来 让这个光线照到他的眼睛 用这样子在家里头带一个光 来做治疗 我们台湾不用这样 我们台湾就算冬天 太阳是比较晚一点的 但是你去晒 不用买东西回家 中午下班的 退休的就不用讲了 随时可以出去晒 上班的人中午吃饭的时候 少吃一餐吗 心情不好不要吃 去晒太阳 晒太阳比吃饭重要 好 那 The Efficacy Night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Mood Disorder A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 of Evidence 就是说 这个 Bright Light Treatment 就是用光线来治疗 就是让这个 Down Simulation 就是好像你让你的身体去经历一次的这个 晨曦 我们叫做 晨间的太阳 所以大家如果起床 早上起床 去呢 看一下晨曦 通常忧郁症的人真的是有困难 因为他们不想起床 忧郁症的人有一个特色 就是醒过来不想下床 不想起床 不想跟人家讲话 所以忧郁症真的要严重到会去自杀的 就是末期的这些病人是不会讲话的 那有些人说 我还拍一个视频说爱你 然后忽然间去自杀 那个绝对不是真的忧郁症 那个是忧郁症 药物引起的自杀动机 我相信在这里要跟大家秦深一下 忧郁症的病人不好照顾 但重点是要少用药物 而且要多多关心 天然的这个节律要接上去 人不是 一定要跟天地相接 这个天地相接就是要看到太阳 照光的治疗 对忧郁症有帮助 对躁郁症有帮助 对eating disorders 就是一直想要吃东西 这个也有帮助 ADHD 就注意力不集中也有帮助 那这个在2017年 这几年得到非常非常大的证识 大家一定要去学习 阳光这么好用 很少人替他做广告 所以你的医生 如果你问他说 除了吃亚以外还有什么 你可以问问他 那看他的经验如何跟他讨论 好 这个是Night Monotherapy 就是说他们这篇论文很好玩 他做做这个clinical trial的时候 他做临床实验的时候说 只要光照的这一个呢 superior to placebo 就是说他是比安慰剂还要有效 那你用百优解 fluocetid这个药 只用百优解的话 他是没有效的 跟比安慰剂一样的效果 所以百优解的效果 事实上是安慰剂的效果 那你就吃安慰剂就好了 那你有效的去照光 照光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这个论文在2016年以后 大家开始在反省 我们让病人吃那么多 的这个百优解 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这里说 not superior to placebo flu 这个是 这是临床实验出来的 所以有的时候医生开给你的药 是药厂做的实验 但是真的用双盲的做出来 他是做不出来的 做出来比光照还要没有效果 这是2016年的论文 大家去参考参考 好 那再来我们刚刚有讲eating disorder 就是说 这个吃东西的 不管是你厌食症或暴影暴食症 都是一种胰岛素足抗 它其实是一个常动毒 它跟忧郁症是有关的 这个胰岛素足抗就是我的专场 因为我们在第三本书里面 其实整个书里面讲的 为什么可以减要减什么减什么 其实就是胰岛素足抗 这个核心 大家有机会看一看 就是糖中毒 简单讲东西吃太多 糖中毒 incident resistance as a shear parthogenetic mechanism between depression and type 2 diabetes 就是简单讲 这两个糖尿病 第二型糖尿病 跟忧郁症是同样一个病理学 你同样一个病理学 就是说这两只老鼠钻同样一个地道 你把这个地道把它塞住 老鼠就钻不出来 所以治疗是疫病同质 那 due to the higher resistance rate of anti-depressants 因为 忧郁症药物的抗药性太多了 而且负作用太多 所以我们要开发 新的alternative treatment 就是新的治疗方案 一定要找到病因 这样了解吗 胰岛素主抗是一个病因 胰岛素主抗能够有效的 也会对这个忧郁症有限 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治疗糖尿病的病人 一定要注意他有没有合并忧郁症 这两个可以一直治 这个圣经里面有写 痴密过多是不好的 讨救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 这什么意思 密资再多 就会胰岛素主抗 讨救自己的荣耀是什么 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 我想当年18岁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 讨救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 这可厌别人会讨厌以外 你自己也会讨厌现在的自己 这也是忧郁症的病因 所以我们发现到成就越大 年轻的时候年老的时候 忧郁症的情形是越多 所以一个人如果一辈子没有什么成就 那他是不是年老的时候 就一定不会忧郁症 但是很多人他以前是星光灿烂 他一旦开始失去健康 他考究自己以前的荣耀 他就很容易忧郁症 这同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对过去的这些荣耀要感谢神 要赞美神 不要以为那荣耀是你 要把荣耀归给神 平安归给你 这样就好了 所以当有人称赞你 你说感谢神 然后愿荣耀归给神 这样子 痴迷过多不好 所以不可以吃太多 会一导宿主抗 好 那Brain insulin resistance a treatment target for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anhedonia in depression 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大脑有一个意导宿主抗 跟身体不太一样 因为他有BBB 有玄鸟屏章保护处 那这个东西 在这里介绍一个新字 叫inhedonia 这个字叫做失热症 就他不是忧郁症 他是没有感觉快乐 忧郁症不是只有感觉悲伤 悲伤像踩刹车 快乐是踩油门 他不 不会感觉快乐 当你让病人不感觉忧伤的时候 他同时也不会感觉到快乐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的这个SSRI 这个忧郁症的药物 就是所谓百忧解这一类的药物 他让你 不会感觉忧伤对不对 那你会性功能失调 你连做爱都不会想 这个对男人来讲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他不会感觉快乐 他也不感觉忧伤 他只有一个感觉就是不想再活 所以这个东西就会造成很多很多问题 所以当你要处理这个没有感觉快乐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他每一次想要快乐都用糖去满足 当这个糖满足很多很多的 那医导素太高 而造成大脑的一些内分泌失调 所以我们认为 忧郁症是一个内分泌失调大脑的疾病 而造成他不会感觉快乐 因为吸毒吸过多 糖毒中饮 中毒以后 你没有去检查检讨你的糖饮 结果你又用新的这个药物下来 造成药物中毒 最后造成自杀的冲动 这就是我这几个礼拜 这么样认真的去读这些资料 我的一个心得 跟大家分享 也给大家参考 糖中毒造成失热症 最后造成忧郁症的这样一个讲话 那有没有证明呢 这个作者叫做安潘 中文就是潘安 潘安就是大帅哥潘安 那他2012年的时候呢 这个潘安教授 在哈佛的研究 这个论文是他2012年 在哈佛发的 就是Bidirectional association between depression and metabolic syndrome 这两个叫做双向互相引导 互相影响 那意思就是说 忧郁症跟糖尿病是同一个病因 他双向引导 所以我们照顾糖尿病的病人 一定要处理他忧郁的问题 就是一定要照顾他的心 而不是照顾他血糖多少而已 Vice Versa 就是说反之亦然 那我的母亲在今年的二月过世 我照顾他的糖尿病也好久 我都没有注意到忧郁的问题 在这里也是一个遗憾 希望大家父母亲健在的 多多陪陪你的父母 多多给他拥抱 跟他说我爱你 多多跟他去走路 那母亲过世以后 弟弟迪怀陪我爸爸每天去走路 真的让他的心能够好起来 我也是觉得很安慰 也是这样的一个动力 让我呢 再怎么忙 也要把直播的这个东西做好 感谢我家人对我的支持 那一方面呢 可以说我们是在这边赎罪 就是之前做的事还不足 求主要出怜悯 家庭我们力量跟智慧 这个 depression caused by incident resistance is a complex interplay between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factors 就是胰岛素除抗会造成忧郁症 这个是一个lifestyle 就是一个生活形态的一个改变 incident resistance affects the brain's neurotransmitters, hippocampus and the neuroplasticity 我们的大脑是有很大的咳嗽性 这个咳嗽性叫做neuroplasticity 就是我们大脑好像一块海绵 好像一个可以动的塑脚 它可以让你重塑 lea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我们如果不断的吃造成胰岛素除抗 大脑会萎缩 the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ident resistance and the depression further complicated the condition 就是它是双向互相影响 你吃下去身体变化 身体又不舒服 它又吃更多 这造成这样子一个的影响 这是双向 有的时候会越来越糟糕的一个恶性虚 所以就是 心灵的健康造成身体的健康 身体的健康也造成心灵的健康 反之以来 心灵不健康造成身体不健康 身体不健康造成心灵更不健康 所以这个就会变成一个上升的螺旋 或者是下降的螺旋 这个大家一定要去检讨 那要怎么样子 产生上升的螺旋 就是要祷告 Winghoff的方法里面 就是一个meditation 就是一个祷告 这个祷告呢 圣经里面的祷告是这样子 亲爱的弟兄啊 我愿你 我愿你 我祝福你 凡事兴盛 身体健康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约翰三书的《一尊二经》 我们都很希望大赚钱啊 身体健康啊 但是不要忘记 凡事兴盛 身体健康 凡事呢 就是指你身体以外的事情 身体健康就是你身体这一个身体 但居住在你身体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你的灵魂 这个不会毁灭的灵魂 这个存到永久的灵魂 你要找到天上的神 你的父亲 创造你这么这么大的奇妙 这么这么多的资源 这么多那么多的潜能 你要拿出来用啊 不要相信药厂的谎言 说你要这个药要吃到眼睛闭就好 这绝对是谎言 所以亲爱的弟兄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庄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凡事兴盛 身体健庄 灵魂感敬 祝福大家 平安 平安 感谢您打拥 请订阅